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初前男 大家好 我是许若萱 徐坚持 你好 什么 徐坚持 你不要这样啦 你这样叫我 我很不好意思的 我不习惯 哇 你当坚持不简单啊 我要恭喜你啊 我没有 我是要谢谢那个料赏在哪里 我是要谢谢廖赏他愿意收留我 一起共同监制 你叫我小徐 我比较习惯小徐监制 我很谦虚 我是新人 廖赏他都不会说 你失了他不失了我 是不是兄弟啊 我比较漂亮啊 我知道了 你可以找烈姐 你可以找烈姐 异性相惜 异性相惜 你知道吗 关于他打枪我怎么办 不会啦 你也是蛮帅的啊 他也曾经当过我老婆啦 谁 这一切嘛 这一切不能说 我第一部电视剧啦 吓死人 好啦 以后是啥 你敢要记住 南哥 你出道这么久 你没有当过监制吗 你有没有试过 监制 我一直都是在被监制 你那个监跟制中间可以不要逗点吗 为什么 你说我一直都在被监制 监制 监制怪怪的 会吗 廖长会吗 当监制不错啊 不简单啊 你看 他第一次当监制的六大奖项入围 你干嘛一直针对他啊 他也是监制嘛 好啦 我跟你讲 因为我跟南哥其实没有很长时间的合作 我们再讲下去可能会冷场 我跟他拍过部电影了 好 我们赶快来颁奖好不好 好啦 我颁奖 快来拨拨 待会冷场很尴尬 好啦 好啦 下次一定要一起合作一部戏 好啦 再说啦 我现在要颁的是很重要的 最佳女配角奖 入围的有 阿嬷 那么难说 祝你生日快乐 最佳女配角 高慧君 逃出立法院 我也希望她是一张纸的问题 但是她不是 她是时间的问题嘛 你现在提早解决 你只要提早发现 这么偏要等到死到临头的时候 才来后悔 才想要戒掉 张亚玲 迷走广州 给我钱 没有在挑明钱 陈淑芳 亲爱的房客 陈淑芳 亲爱的房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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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来啊 你这样哭我快乐哦 谢云轩 孤魏 他们都没有跟你说话 我们都知道我不是他 我没有办法为他做的那些措施 跟你道歉 但是爸爸已经死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棒手 你知道吗 陈雪珍 奎匠 纵邪二 陪着你 陈雪珍 奎匠 纵邪 纵邪 南哥 嗯 你有发现一个事情吗 什么事情 我现在很痛苦的 很尴尬 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 为什么 我孤魏里面的妈妈 陈淑芳阿姨 跟我孤魏里面的大姐 谢云轩 对杀呢 对哦 我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现在要怎么 可是淑芳阿姨 是用亲爱的房客入围 最佳女配角 对啊 我现在很痛苦的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 监制的感觉吗 不过 这个徐监制 小徐 小徐 小徐监制 没关系 入围就是肯定嘛 得奖是代表 都是大白的大厚厌的 好 而且话说回来 这个事情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大家全部忘掉了 我觉得所有入围的人都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是孤魏里面的二姐 我真的很希望大姐 不要哭 谢谢 好 好 那么多人面前 开始 啊 哎哟 撒起床床 我思到我不敢看 你来 好啦 让你来 让我带 我带 这个给你 好 这是什么 哎 最佳摄影 这是我没关系 哈哈 哈哈 你去 小徐监制 还是如果是大姐 你再拿给我 如果不是孟哥 其实里面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有一个是我的前女友 你的老婆跟女朋友 怎么那么多 哪一个是你的前女友 都一个你讲出来 对 我也这么几个戏 最多 得到最多是我的女朋友太多 老婆太多了 你现在讲的是公私还是私事 当然是公私嘛 我怎么知道 你还演过我女儿 还是说叫爸爸 不要 我们要冷场了 快 好 来 得奖的是 啊 哎哟 什么 这种事情对我请我回看 妈妈吗 还是 最佳女配奖 我得奖的是 等你 我来 我鼓起勇气 我来 最后你 我自己看 五四三二一 Action 妈妈 亲爱的访客 陈淑芳 啊 啊 陈淑芳 在本片试引一位 糖尿病的母亲 与照顾自己的房客 相处多年 原本认为房客是害死儿子的凶手 后来接纳他 并认同他是家人 情绪转折 思思入透 举手投足 揭示性 得奖 时至乏 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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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预料 预料不大的我会上台 谢谢金妈 谢谢各位评委 当然我要谢谢 游街导演 你有这么好的剧本让我来演 今年大概是我比较运气好一点 所以就入围那么多 但是我不敢 因为我年纪这么大了 那起码一批就够了 你们不要鼓掌鼓那么多了 我说归说呢 你们想想看 我拍戏拍了63年 第一部李全希李导演的谁的罪恶 我参加过台湾省戏剧工会戏剧节第一节 第一节我是从艺校出来 国立艺专出来 跳了一场舞就被轻叹带我出去拍电影 那我这63年等了这么久 今天才拿到这一批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拿一批 各位一定会觉得我太贪心了 没有错 63年才拿到我当然要贪心 不过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亲爱的房客 还有还没有看姑妹的朋友们 我希望你们赶快去看 现在还在线上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两位导演 我刚才说 我只拿一批 没有错 我不敢拿第二批 因为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赶快上来 我年纪也大了 但是别忘了 明年如果找我拍戏 我不会涨价 因为我的一生 我是演员 我不是明星 只要你们把我记得是还有一个成熟方 哪怕是一场戏 一句话我都会演 我不挑要角色的 当然 也许在座有很多很多的校友 国立一专的校友 我经常说 我就听崔小炳 崔老师的教导 他说 你记得剧本第一个 就是忘了自我 第二遍 第三遍 你一定要融入第三自我 我这两部片子 我就是从老师这边的影响 我好好的演 那以后当然也会更好 因为哪能马了不能摔下来啊 一定要更好更好的演出 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 对了 我要补充句话好不好 往年人家就大概是摇眼吧 我有进入金钟 金马是第一次 金钟他们说 好像有我入围 但是我没有去 他说啊 不用给成熟方了 他年纪那么大 给那些年轻人 我跟你讲 给年轻人也不错 我不一定要 一定要拿到这一批 这一批是亲爱的房客 导演 编剧 所有参与的演员 所有大家的努力 才会有这一批 我带你们先领了 谢谢 谢谢